中药熬煮配上姜丝 羊肉汤 炒羊肉 香气四溢 吸引饕客驻足 大旦美食 不过想要品尝羊肉料理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会越来越高 万物起涨 参业者谈言 未来如果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也可难撑得下去 万物起涨之下 我们做小事的事真的是利润越来越薄 摊开农业不资料 近期肉牛均价每公斤108到144元 毛猪每公斤83元到87元 羊肉真的比较贵 每公斤来到268元到410元 与疫情相比的105元到239元 贵了七成左右 另外养殖的明虾品种 斑结虾以及九孔都比羊肉便宜 羊肉卖得比海鲜还要贵 不过须母野者直言 他们并没有赚的比较多 实际来到养羊场 肉羊们探头探脑活力十足 怎么照顾方方面面都得耗时费力 业者表示羊汁从出生到能迈要一年 但要养好怎能让他们吃不好 养羊饲料黄豆玉米 这些主要产地都是乌克兰 眼看战火延烧 一起推升运驾 只好自己找方法 养羊场只能选择多角化经营 推广羊乳 油肉乳 羊乳片等其他产品苦撑 就盼景气有天能好转 让产地有串头 物价也能回稳 欢迎新闻成员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